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是邀请到了Marvin同学 Marvin同学拿到了Google,Facebook,Amazon,Uber等6个FDE的offer 那我们现在就欢迎Marvin同学开麦 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主持人你好 同学你好 可以听到是吗 可以听到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之前在硬件公司工作 然后去年开始就是做码工 然后在来offer帮助下门 就是自己准备然后做题准备 准备BQ这些 然后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拿到了这些offer 然后现在已经入职了 感谢同学今天抽出时间来给大家做这个分享 Marvin同学之前 稍等 今天PCT有点 好 Marvin同学之前是在硬件行业 然后转码 能不能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从建筑 从硬件行业 然后再职再到决定转码 拿offer整个过程呢 是这样我在就是硬件工作了很多年 七年七年多吧 然后之前工作内容大概都差不多 然后这么多年来下来就感觉自己能学的东西越来越少 然后并且看到将来职业发展机会也是比软件少很多 所以后来就是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下了这个决心 就是彻底转软件 然后转软件的话也是我考虑很多是自己准备还是上来offer 然后因为有就是朋友推荐嘛 我看了一下课程安排还不错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现在看来还是就是选择正确 把我省了非常多时间 然后到上完那个旗舰班的就上法班的话 后来我有感觉就是自己在软件方面的这个项目比较做的 做的太少 或者是做的一些都是和软件这个工作需要的不相关的 这在自己简历上面就没有任何优势 然后可能连简历那关都过不了 并且我自己想了解一下这个软件各方各方向是做什么的 所以后来也加入了那个项目班 然后项目班结束之后就开始慢慢的拖简历面试 然后慢慢的拿到了一些好份 嗯好的 那同学就我们先来具体聊一下同学之前转行的这个心路里程 同学之前在硬件公司就是硬件行业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呢 然后你当时的工作会涉及到软件吗 当时我们主要还是硬件就是纯硬件的就是研发 然后需要需要做东西可能跟物理和意义差不多有点关系 然后更多是去思考这个就硬件它怎么样工作可以更好 怎么样可以更加优化 没有直接用到软件的 但是因为我个人喜欢就是我喜欢我可能处理数据的时候会呃多用一些软件的各种派可以去处理 然后会自己写一些小的script呃 但是呃跟呃 software engineer 的要求比起来还差很多 就是很多软件的基本知识我都是不知道 有时候写代码很多时候都是呃全靠google去查api什么 嗯嗯了解那你当时就是为什么想要决定最后离开硬件行业 然后呃从而转转到软件开发这个这个领域呢 嗯是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吧 一个是自己呃确实在硬件同一方向待了太久了 然后我也想试试别的东西想学点呃就是不停的让自己学新的东西嘛 那这样自己工作的时候也有点意思呃 然后但在这种这种想法驱动下我去找了一下试了一下发现 就是我原来做的方向甚至相关的方向的机会都太少了 呃然后再看到同时看到软件就是日新月异有各种新的技术出来 呃所以我最后决定是就是完全换到软件这样给自己机会多一点 嗯了解呃 然后同学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转码的 刚刚其实在说时间线的时候也大概说一下 就同学可以再recap一下 嗯呃 他去年六七月份的话就是六月份我决定了之后后来呃 呃大概查了一下我就很快就爆了live for the 嗯嗯 那我聽 我等到